一只羚羊正在喝水,饥饿难耐使它放松警惕,而水中霸主鳄鱼则抓住机会,一个箭步冲出水面咬住羚羊身体,此时的羚羊展开了殊死挣扎,这一强一弱的捕杀大战。究竟会走向何方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在炎炎夏日,一只羚羊实在饥渴,只好冒险来到河边补充水分,通过视频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羚羊非常谨慎,它喝几口水就本能地往后撤退一下,生怕水中突然冲出什么不速之客。 按照这个喝水节奏和策略,这只羚羊屡次得逞,而不一会儿,羚羊同伴的到来,再加上起初喝水策略的成功,仿佛使它慢慢放松了警惕。 然而,就在这个关头,鳄鱼终于出击了,它突然冲出水面,并一口咬住羚羊的羊脚,凭借它出众的咬合力,咬住羚羊就往水中拽,此时的羚羊犹如惊弓之鸟,不停地挣扎反抗。 但它的挣扎在鳄鱼面前,不过是小儿科而已,而且在这个过程中,羚羊还忙中出错,腿部竟然卡在了羊脚上,这对鳄鱼来说,无异于摆出了一个绝佳的撕咬方向。 而此时,岸上的羚羊同伴,目睹着这一切,却又无能为力。 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意外却发生了,原来一只战斗力更强悍的鳄鱼前来抢食,吓得捕杀羚羊的鳄鱼抓紧逃跑,虽然给羚羊留出了逃跑空档期,但是它已无力回天。 结果,自然不出意外,这只羚羊成为了鳄鱼群的盘中餐。 其实,在自然界中,羚羊为了解渴喝水,经常与鳄鱼斗智斗勇,但是能够激紧逃脱的终究是少数。 大部分情况下,羚羊只要是冒险游走在河边喝水,都将难逃鳄鱼之口。 比如下面的视频中,一群羚羊明明注意到水中鳄鱼,但是却禁不住诱惑,不断试探鳄鱼的底线,在前两次的较量中都以鳄鱼失败而告终,而在第三波攻击中,鳄鱼终于如愿以偿。 而羚羊也为他们的大义付出了生命代价。 通过视频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,鳄鱼偷袭成功后,直接咬住羚羊身体,就游向了深水区,此时的羚羊不停地哀好,但却换不来鳄鱼的怜悯。 来到深水区后,鳄鱼施展看家本领,最终羚羊消失在了深水区。 好了,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,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加评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